自从肖华接任NBA总裁以来,他对NBA联盟,进行了一些烈的改革,为球员们带来很大改变。 今天就不说薪资大幅上涨的事了,来聊一聊今天,刚刚公布的政策,这次球员们才是真正的球员福利。 今天NBA联盟公布了新赛季各个球队常规赛的比赛赛程,新赛季将在10月17日正式拉开帷幕,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呢? 不过今年的赛程安排与往年相比有有个很大的改变,就是取消了5天4赛,背靠背比赛数量大为减少,各队背靠背场次,平均只有13.3场,降低到历史新低。 对于球员来讲看到这个消息,当然会开心的为萧华点赞,但是对于球迷来说却有些抓狂。 大家都知道,NBA常规赛赛程非常长,常规赛就有82场比赛,客场作战时球员往往非常疲惫,尤其是背靠背比赛,导致球星因过度疲劳,导致的伤病频频发生。 作为球迷当然想每天都能看到,自己所支持球队的精彩表现,但是这一政策的出台,无疑更下缩小了这一愿望实现的机会。 对于这个确实有些让人抓狂,这些年萧华确实给NBA带来不少的改变,全明星改制,举办颁奖典礼等等。 虽然这些改变让NBA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,但是他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非议,尤其这两年永是一家独强,让他更是处于舆论的漩涡,减少背靠背比赛。 怎么说,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,球员们不用再疲于奔命,应付比赛,球迷们也能看到更多精神饱满的球员带来的精彩比赛。 喜欢请关注灯泡篮球世界,与您一起探讨最精彩的篮球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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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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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